好,我們繼續往上走 我們從河畔山的遊客中心3158 然後爬到3275 這是所謂的整個河畔山的路最漂亮 但是很陡 3天沒感覺 讓我們下去 可是你要登山才會有感覺 你就在車站在旁邊的感覺 然後你再看一些整個植被 其實你從看風景之外 我建議你們稍微看一下整個這邊的植物 這邊屬於高山的冷溫帶的植物 可能下個月就會下雪了 落水 開水 插水 開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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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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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